Galaxy Z Flip 可以摺得的Galaxy Z Flip 相信都是近期手機新機焦點之一 不過對於Samsung來說 全線採用Quadcom Snapdragon 865處理器 以及支援5G連線的Galaxy S20系列 才是重點 今天就和大家試玩一下 堪稱2020年後最強規格的Galaxy S20 Ultra S20 Ultra的螢幕足足有6.9吋 是Galaxy S20系列當中最大的 用上手真的有幾分拿著手機的感覺 而且內至5000mAh大電的它 亦是三部機當中最重的 但看在它相機規格的份上 或者有不少人都可以接受這一點 S20 Ultra的相機規格 可以說是現在業界頂尖 主力用來拍攝的鏡頭有三個 跟其他S20機種共通的 就只有12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其他兩支鏡頭都是S20 Ultra獨家的 首先講一講主鏡頭 內裡所用的是1.08億像素的感光元件 不過你在機內是看不到一個選項 可以讓你值出1.08億像素這麼大的相片 這麼多像素的意義 就是讓S20 Ultra可以利用Pixel Binning 也就是像素合成的技術 將像素九合一 以相當於2.4mm大的像素 去拍攝1200萬像素的相片 更大的像素 就意味著曝光時間可以縮短 ISO感光值也可以拉低 相片質素會因而提高 利用這支鏡頭拍出來的相片 真的相當之銳利 我個人就十分滿意 另一支鏡頭也是S20 Ultra的大賣點 就是利用前望鏡設計的光學變焦鏡頭 雖然這個技術早一年前已經在華為和Hopo的機種上出現過 亦同樣只有5倍的光學變焦 但今次Samsung搭配這支鏡頭所用到的CMOS 就達到4800萬像素 將變焦倍數一舉加大到100倍 Samsung將100倍Zoom稱之為Space Zoom 換言之可以Zoom到太空都可以 不過真正上手又是另一回事 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Galaxy S20 Ultra拍攝30倍以下的變焦相片時 都可以利用軟件算法插直 去輸出質素上可以接受的相片 但超過了這個數 基本上就是純數碼變焦 任你怎樣用軟件補舊出到你的相片 就不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真是柔個柔畫 雖然有取景輔助又有防震功能 但由於是超長焦的關係 拍攝高倍數相片時 要花很多時間去穩定畫面 所以Space Zoom功能用上手 就真的不太實用 在Space Zoom的實際試用效果之後 我就覺得很老實說 S20 Ultra對比起同系列兩部機種 在相機拍攝的優勢上 就不算特別巨大 S20和S20 Plus兩部手機的1200萬像素主鏡頭 用的已經是1.8微米大的大像素SIMOS 拍攝質素已經相當不錯 如果要光學變焦的話 他們兩個一樣有一支三倍光學變焦鏡頭 加上軟件插直、Glade Cloud 就有五倍的無損複合變焦 用來平時Snapshot透圖都相當夠用 個人來說如果真的要選擇 S20 Ultra以外的兩部S20機種 更輕、更薄的機身 會是作為日常用機的另一個吸引人數 真是求實用的 比S20 Ultra便宜$2000的S20 Plus 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Samsung Galaxy S20系列 以及Z Flip的規格或評測的話 記得看我們集民黨的文章和影片 在這兒用到一個部分 連到一個部份 並且我們集團的頂部 也請到一個部份 讓我們集團一下 的影片 每個部份 都會有自家 來看 我們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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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集團